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刊影谈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整部电影确实看起来是一种阳光明媚,金灿灿的感觉 这是姜文的宠女作,改编自王硕的小说 里面能看见很多人,让你感觉特别有意思 电影主要讲述文化大革命时期 大人们都在忙自己的事情 一群军大院的孩子在一起瞎胡闹 懵懂的爱情青春女子发生了 军大院里几个从小玩到大的逃孩子 其中男主角马小军也是其中一个 整天和那个逃孩子打闹 课堂上新来了一个老师,这个老师是冯小刚演的贼豆 上课的时候,学生偷偷在在他帽子里扔煤球 他正在那边发火,班级里进来个小混混 从窗户跳走,但是鞋掉了 让老师给他把鞋扔过来 他本来骂骂咧咧不想扔 但是他还把小混混打他就扔回去了 马小军的小团体里有一个男生叫刘易苦 很受欢迎,因此他经常带姑娘一起来玩 马小军没事的时候就拿着自己的钥匙到处开锁 进别人家里玩 有一天,马小军来到了一个人家里 经不住好奇,进来一扇门,这个屋里墙头有个照片 照片上是一姑娘,长得特别漂亮,穿着泳衣 后来在路上,马小军遇到了照片上的姑娘 赶忙跟着人家叫姐 米兰经不住她的墨迹,就答应她叫她姐 还叫她有空来找她玩 马小军就经常来米兰家里找她 但并没有看到他之前那个泳衣米兰 米兰也说过自己从来没有挂过 其实这些都是在暗示 这一切只不过是马小军的幻想罢了 米兰开始融入了马小军的小集体 吕一苦走得越来越近 马小军觉得很不舒服 但是他自己暗恋米兰也不敢说出口 米兰在一个农场上班 这天,马小军邀请米兰来家中坐 但是被马小军的父亲撞见 马小军谎称米兰是自己的老师 米兰走后,小军被父亲暴打一顿 马小军的小团队和人家结了点恩怨 结果矛盾计划,大家决定约嫁 大家到了互看一眼 两边找的调解人认识 黑帮大哥带着大家喝酒去了 那个黑帮大哥是电影编剧 小说的作者是王朔扮演的 是不是很逗呢 马小军再一次去米兰的家中 抑制不住自己的冲动扑倒了米兰 但是在米兰的挣扎中清醒 转身离开 中间其他的情节无非也是一帮人玩玩乐乐 最后马小军快过生日了 过生日,大家要好好办办 生日聚会上,小军和米兰发表 大概就是说他周旋在他和刘亦库之间 觉得米兰表,大家就沉寂打起来了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故事是聚会正常的进行 什么都没有发生 再次印证一切都是少年的幻想 结尾的时候是打架成年后 一群人嘻嘻哈哈的在车上打闹 马小军也可以去奉承他人 说明时代在变化 一个看似扑顺迷离的青春 一个少年的幻想 独特的搬设手法特别有意思 如果喜欢看文艺片 强烈推荐去看看 感受一下那份懵懂的青春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